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次想跟大家聊一段历史公案 大家都听说过 汉武帝罢处百家独尊如数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段话都被写进历史课本当中 我估计30岁以上的朋友 肯定都觉得这是标准答案吧 不过这并非全部的事实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而且对于我们观察今天的政治局势很有帮助 所以这次我们来聊聊这件事情 先科普一下目前教科书当中 关于这件事的说法 首先是台湾这边 台湾这边的中国史教学 在2019年有一次大规模的转变 此前教的就是独尊如数 改版之后就去掉了这个说法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这两段课文的差异 你还别说这是什么去中国话的影响 因为中国大陆也做了类似修改 2021年中国大陆新版中国历史 也就是七年级下学期不编版这一本 也将霸触百家独尊如数的表述更改为霸触百家尊崇如数 总不可能对岸也在去中国话吧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套用一句理工科引用权威言论时常用的句式 这是根据当前史学理解而做出的修改 那么当前史学理解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为了好理解 我先来帮大家还原一下原来的历史发展脉络吧 话说那是西元前134年 当年汉武帝征召天下著名儒生前来长安 要求他们提出政治建议 其中著名儒生董仲书提出大名鼎鼎的天人三册 这段话后来被简化为霸触百家独孙如数 不过请注意这是董仲书的意见 不是汉武帝的意见 那么汉武帝的反应是什么呢 为此可否 皇帝对此没有特别的反应 这其实也正常 因为这是一项非主流提议 帮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政治大环境 汉朝刚刚建立之时 采取的是皇老行民之术 注意这跟通常意义上的道家思想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这是一种变形的法家思想 这种思想跟出世的装死学说不同 是很入世的 最大特征就是重视法律 主张道生法 所谓的无为而斥 重点不是无为而是要斥 无为只是一种统治技术 对这一点心知肚明的司马迁 在实习里面把老子韩非合为一传 就是呼应这种思想特征 明白这一点之后 你就能看懂以下这个故事了 汉朝帝的父亲汉景帝时期 有个儒生叫原故 也有人说他叫原故生 此人是诗经博士 坚定的儒家思想捍卫者 非常热爱跟人辩论学术问题 当时汉景帝的老妈豆太后 崇尚道家黄老学说 喜欢老子道德经 老太太听说了原故的名声 就找他来问问他对道德经的理解如何 结果原故说老百姓的通俗读物而已 意思是不值得作为统治思想的基础 豆太后听了之后大怒 搞了个汉朝版的罗马经济厂 命原故打猪圈杀猪 我补充一下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这猪圈里的可不是小猪佩奇 俗话说一猪二熊三老虎 意思是猎人宁愿碰上老虎 也绝不想惹上野猪 这种阵仗估计是武松来了都够呛 何况是原故呢 老太太是要原故的命 不过结果大出意料之外 汉景帝私下给了原故一把利刃 原故接过刀 二话不说 下场只一刀就把野猪给撂离了 看了老太太目瞪口呆 只能算了 这么能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三个事实 一儒家学派的人其实很能打 不是什么人随便拿把刀就能解决野猪的 二学术生意在当时是会出人命的 一言不合就得上猪圈 三儒生当时已经很想夺权了 只是没成功而已 为什么没成功呢 因为原故很能打 老太太更能活啊 原故死了很久以后 老太太都还没死 窦路士是井帝的生母 武帝的祖母 掌权横跨井帝 武帝两代超过二十年啊 虽然老太太很早就因为生病而双目失明 但是野盲的人通常心眼更通透啊 在他驾崩之前儒生都出不了头 这个故事其实蛮快治人口的 通常讲儒家历史的人都会提到 不过接下来呢 是不是老太太驾崩之后 儒生就开始升居高位飞煌腾达了呢 通常讲历史人也都会这样告诉你 接下来就开始独尊儒处啊 儒家思想就开始统治中国两千年啊 传统化的降纲就此形成 来看一下事实 汉武帝在位53年又345天 统计武帝一朝总共有过77位地位显赫的高官 其中只有6位是儒生 只占总人数的7.8% 而且这6位儒生当中有5个人是靠关系上位的 跟儒不儒家没什么关系 只有公孙宏一个人是真的靠儒家学问上台的 所以班固对汉武帝的评价是 这记载在汉书五帝里面算是东汉对汉武帝的官方评价 罢处百家是有重用儒生也有 但是这跟儒术没什么关系 更没有独尊 这些作为呢 汉武帝是另有用意的 至于是什么用意呢 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先来把独尊儒术这种学术公案说完 既然汉武帝没有独尊 那么是谁帮他独尊的呢 是民国初年的学者易白沙 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革命党兼学者 是新幻运动风潮当中公开批判孔子的第一人 易白沙早年投身革命 武昌起义二次革命他都亲身参与 是标准的老革命 桃园失败之后 易白沙流亡日本改用写文章的方式发扬革命精神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 这就是陈独秀那本新青年 里面就有不少易白沙写的文章 启动最出名的当属孔子平义一文 易白沙提出中国两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学说 主张古代君主专制利用孔子为傀儡 垄断天下之思想使施其自由 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 易白沙发明了霸处百家独尊儒素的说法 有根据吗 如果你读一下易白沙的其他著作 你会发现这是一位热血革命家的历史功底就差点意思 当然我并没有诽谤革命先烈的意思 易白沙投身革命不畏名不畏力 曾经资深想刺杀军阀政府的要员而没有成功 后来就跳海自杀 堪称壮烈 孙中山与毛泽东对他都有高度评价 只是学术这玩意儿得讲证据 搞政治的人凭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编是不可取的 由于易白沙的革命地位崇高 两岸的后进邪师者都对他客气三分 接下来半个多世纪史书都照他的观点写 直到20世纪末期许多研究者才开始方案 目前教科书的修改算是还原了本来面貌 那么本来面貌是什么呢 先来说说汉武帝开始任用儒生的原因 先说个时代特征 这很重要 西汉是个非常迷信的时代 从至尊天子到泛夫走足都很迷信 请大家记住这个时代大背景 这跟后面很多事情都有关系 汉武帝迷信鬼神 酷爱使用方术 知识上儒生很头痛 因为儒家算起源于祭典思宜 可是从孔老夫子开始就尽鬼神而远之 这一套时代不太拿手 很是吃了门亏 直到董仲书登场 如果你把儒家设为一种宗教的话 那么儒家版本的宗教改革 2000多年来进行过不少次 比如说前面提到过的 董仲书的天人三册 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 这都是一次标准的教义改革 董仲书提出这项主张的时间点是戏院前104年 这距离孔夫子谢氏 刚刚过去了375年 如果其孔夫子于地下 把这篇读给他听 我估计夫子都认不出这玩意儿是儒家思想 董仲书说了什么呢 天人感应 这种说法的灵感起源自尚书红范 据说是商朝末年的贤人姬子 向周五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 当然了今天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玩意儿是战国时期的人发明的 红范这篇当中说素时寒弱 据说这句话代表着君主施政的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 不管你信不信 汉朝大多数人都信 既然有群众基础 那董仲书就借题发挥了 董仲书把天人格化 也就是变成老天爷是有情绪的 而君主是天的代表寿命于天 当天子行王道施善政时 老天爷会喜悦 会出现风调雨顺之类的征兆 尤其是当新天子诞生或圣君在位时 老天爷会显现龙凤麒麟等祥瑞来表示嘉许 反之如果有天灾地变 则是上天谴责的表现 具体来说就会发生什么地震 洪水等等自然灾害 这些自然灾害代表上天市井 如果你对中国传统社会有所认识 这种观点你肯定不陌生 这就大名鼎鼎的封建迷信 学术一点说叫做天人感应 董仲书接着进一步提出政治主张 一旦各地出现灾情如地震或久憨不语 皇帝就必须发表罪己诏 谴责自己无才无德 并且做出弊殿 减善 罪己 求言 顺便赦免罪犯 据说做这些事情可以弥补过失 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当年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呢 我是一拍大腿 妙吉呀 这招实在太有真正智慧了 不管董仲书是不是真的信这一套 这有人信就行了 事实上这种阴阳在意的解释 正是汉朝政府与百姓需要的政治哲学啊 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争议 正需要这个理论来解决 什么争议呢 姓刘的原来只是个庭长 不过就是个村籍干部 他能靠造反得天下 我们为什么不能 而是啊 望后降降令有种乎 这个逻辑悲论该怎么解决呢 你可别小看这个辈论 当时学术界为此炒翻了天 甚至都炒到皇帝面前啊 我们再把那个杀猪的缘故请出来 来看看他跟皇生的辩论 这是一场在汉景帝面前进行的学术讨论 皇生说 桑汤周五是以下犯上的弑君者 缘故则反驳说不是这样子的 下节桑咒暴虐 民心归附桑汤跟武王 桑汤武王是不得已才当天子的啊 皇生说下节桑咒虽然有失王道 但是他们是在上位的君王 桑汤武王虽然圣民 依然是居下位的臣子 君主有了过错 臣子就取而代之成为君主 这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 呃 转述到这里我先说一下我的感想 皇生的说法真的是蛮有道理的 换成是我我也无法博导他 所以缘故只能强此夺理 若一定按照你的说法 那么高皇帝戴琴及天子位 也不对咯 这其实就耍流氓了 便不过就拿政治大帽子来压人 皇生只要回答这个问题 立刻就现行反革命 新手的五十万啊 好在汉景帝还不想要人命啊 所以出来打个圆场 食肉不食马肝 不算不吃小肉的美味 学者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 不算愚笨 这其实就是设立学术禁区啊 此后朝廷理就无人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了 不过2000年之后的我们心知肚明 皇生是对的 汉朝的那种政治正确站不住脚 虽然可以靠耍流氓让大家闭嘴 但是人心不服终究是要出问题的 像元故这种儒生啊 当时心心念念的研究课题 肯定就是帮皇帝想出政权正当性的依据啊 这个依据 元故没能想出来就死了 不过董仲书帮着想出来了 这就是天人感应 根据董仲书的这套理论 汉朝政权的正当性是不正自明的 汉朝政权建立这么久还没垮 肯定是有正当性啊 不然不希望老百姓站出来反抗了 汉朝皇帝早就被老天爷用雷劈死了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是吧 我相信汉武帝肯定琢磨过这里面的道理 所以他虽然未知可否 但是也没有禁绝这种理论流传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 既然这种理论对汉朝政权有利 那汉武帝为什么不广为宣传呢 这样问是合理的 不过我建议你再想想 你不如假设自己是汉武帝 坐在他的皇帝宝座上细批一下这套说法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定时炸弹 如何想到了吧 这个理论其实是很危险 一方面 这个理论带来了政权的正当性 但是这个理论也在皇帝头上 加了个新领导 老天爷啊 是啊 人间没有人能凌驾在皇帝之上 但是老天爷可以啊 老天爷虽然不能直接开口 但是儒生可以 如果皇帝带头承认了这套学说 那就等于在自己的宝座下 安装了定时炸弹 汉武帝眼前固然是没有人敢造反 但是接下来呢 如果这套理论被广为接受 后世造反人就获得了理论依据 事实正是如此 那我们来回忆一下 东汉末年黄金大起义的口号是什么 不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吗 就这八个字召唤出了几十万人反抗朝廷 你说天人感应为不危险啊 现在你知道汉武帝为什么对董仲书的提议位置可否了吧 汉武帝肯定是在想如何修正这套学说 只保留有用的部分然后去掉危险的根苗 这才未知可否 那么汉武帝有改良成功吗 事实上是没有的 让我来告诉你另外一个显为人知的事实吧 后来董仲书继续搞这一套玩过了火 差点就被汉武帝宰掉 事情是这样子 话说董仲书搞出这套理论之后声名大噪 但是汉武帝也没让他当什么官 所以董仲书就只能回家接着写灾疫之计 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拿着各种社会新闻来讽刺朝政 放在今天董仲书大概能当个粉丝上百万的网红吧 不过董仲书身为在汉武帝时代 不久辽东高庙发生火灾 这不就是妥妥的上天市井吗 于是祖父眼把灾疫之计拿给汉武帝看 汉武帝让儒生讨论这本书 中文的意见是这本书讽刺朝政 结果董仲书被判死刑 后来在众人营救下才被赦免 此后董仲书彻底闭嘴 再也不敢宣传什么阴阳灾疫了 从这个故事你就可以知道 汉武帝是心怀疑惧的 这套说法很危险 所以儒生可以用 但是不可以大用 这大概是汉武帝心里的一本帐 这是当前史学界比较认同的定论 不过说到这里又扯出了一个新问题 既然汉武帝不怎么放心这套学说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皇帝都是这一套呢 来看几个数据吧 汉朝29个皇帝 15个皇帝下过罪己诏 公开谴责自己做了不好得罪的上天 这显然是成了董仲书那一套的信徒啊 尤其是汉武帝自己的子孙 汉宣帝罪己8次 汉元帝罪己13次 汉陈帝罪己12次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汉武帝小心翼翼新建的防波梯 这么快就被突破了呢 儒生是怎么从后来的皇帝手中 拿到天翼侍颈 这种政治核弹的引爆按钮的呢 来看污谷之祸 这是汉武帝晚年最大的政治案件 当时汉武帝已经在位50年了 距离他驾崩还有4年 曾经因之勃发少年天子 现在已经年过花甲重病缠身了 这种一条腿跨进棺材的老皇帝 最害怕的就是死亡了 至尊天子有匆匆护卫 外力加害是不可能的 但是架不住迷信思想啊 还记得我说过 汉朝这个非常迷信的时代吗 当时的人相信 可以靠着诅咒把人咒死啊 这种邪门的高科技就是巫蛊 晚年汉武帝认为 自己之所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是因为有人在诅咒自己 那么是谁呢 汉武帝怀疑身边一切可以怀疑的人 只要有人举报他可以杀死任何人 然后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赫 说此人在甘泉宫迟到埋木偶 诅咒汉武帝 汉武帝派人一挖 果然有啊 于是丞相公孙赫全家被杀 不过这只是开始 半年后有人举报连太子也搞这一套 于是汉武帝就派人查办这件事情 但是查来查去 把太子跟皇后的住所都翻遍了 别说人偶啊 连个木棍都找不到 那怎么办 找不到就自己磕啊 于是举报人姜葱就挖出了木偶 顺便还挖出了诅咒的博书啊 太子百口莫辩 只能起兵杀掉举报人姜葱 但是这一起兵可就坐实了谋反 最终汉武帝同时失去了老婆跟亲儿子 这其实是很荒谬的冤案 巫谷之祸发生时 汉武帝已经风中残足了 三十多岁的太子是帝国合法继承人 他此时身体健康天天活蹦乱跳的 他是最不需要造反的人 他只需要静静的等上几年 然后把老爹的丧事办好就能接班了 傻了才造反 这个道理 汉武帝当然也能想通啊 可惜重病缠身让他失去了理智 所以他也失去了致爱的妻子与儿子 然后他就要报仇了 没过多久当初举报太子逼死太子的官员也遭到举报 然后就全部被处死了 这就是巫谷之祸的大致经过 真是悲剧不是吗 不过这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 这场政治冤案牵连胜广 把汉武帝晚年布置好的接班格局全破坏了 除了直接参与其中的太子一党被杀光了之外 汉武帝后来迁怒追查陷害太子的人 又杀掉了一大批权贵官员 通算起来整个案件绵延三年之久 被牵连罹难者 连本人带家属共有数万人之重 而且大多数都是政军两届的官僚 汉史学者们公认 这场灾难是西汉政权衰弱的关键 不过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就会发现 这意味着至少有数千个官职被控出来了 那么找谁来补缺呢 你大概猜到了大批儒家学派训练出来的儒生 这些人平常除了好手穷精之外 没啥实际能力 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不可能挤进官僚队伍 不过现在机会来了 可是这可不是排队挂号等补缺 汉朝没有考试当官这回事 想补进官僚队伍得有人安排才行 儒生有人安排吗 本来没有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人 是这个人改变了数千名儒生的命运 从后来历史发展轨迹来看 你也可以说此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此人就是霍光 汉武帝去世之后霍光担任辅政大臣 此后霍光掌握朝局长达20年 这20年里先后有过三位皇帝 汉朝帝20多岁就去世了 没有儿子 所以霍光拥立了一位新皇帝 但新皇帝只当了27天 霍光就一脚把他踢出皇宫 然后顺手又换了一个皇帝 并继续当辅政大臣直到去世 也就是说霍光是三朝脱孤顾命大臣 还直接决定了汉朝两位皇帝谁来当 古今全城排行榜 霍光名列前茅 所以宋朝以后的君主学历史 必学霍光传 无他戒胜恐惧而已 那么霍光跟儒生有啥关系呢 霍光是儒生吗 不是霍光是外妻 具体来说他就是霍继病的义母弟弟 靠着哥哥的庇佑霍光当上了郎官 如果你听过我讲的王莽系列 就会知道这是汉朝年轻人飞黄腾达的捷径 不过霍继病死得早 没能给霍光多少帮助 霍光是凭着自己的小心谨慎 在官场上生存下来的 汉书霍光传说他 前后出入宫境20多年未曾犯一次错误 因此得到汉武帝的信任 这种小心谨慎非同小可 霍光做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 让我提醒你一下 乌骨之祸当中的魏子夫皇后 跟霍光家族是有亲戚关系的 如果不是霍光把不沾锅这项技能发挥到极致 他肯定会加入那数万名死者的名单当中啊 但是不沾锅也就意味着没朋友 具体来说是没有派系 那么这种政治姑娘一旦大权在握 他会怎么执政呢 是的你猜对了 眼前不就有一大批好逮捕的儒生吗 这批儒生做不了什么工作 但是写写文章拍马屁 拉帮结派搞斗争 歌功颂德造声士引经据点喷口水 这些技能却是无人能及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双方一拍即合啊 霍光第一次辅证之后 找了大批黏过花脚的老儒生到朝中当官 这些人充分起到了当吉祥物的功能 帮霍光塑造出慧眼识人求贤若渴的形象 你还别说儒生虽然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个人品德通常是经得起考验的 用这些人装点门面非常的安全 当然除了当吉祥物儒生还能帮忙制造历史 毕竟没人比这些家伙更熟悉相关流程 要知道什么呢 辅政的正当性啊 比如以下这段历史 话说汉武帝死前想把小儿子立为太子 但是太子年幼无法单独执政 所以汉武帝决心让霍光辅佐 为了表达对霍光的尊重跟敬仰 还有临终脱姑的诚意 汉武帝让宫中画师画了一幅 周公赴成王朝诸侯图 暗示霍光做好辅政的准备 你不需要是什么历史专家 应该也能猜出来这种事情 汉武帝那种暴君是做不出来的 不过反正死人不会抗议啊 儒生们很快就帮霍光编好了全套故事 当然了这后来就变成了祖传手艺 霍光过世几十年之后 全城王莽就照猫画虎干过类似的事情 详情可以参考王莽系列 不过如果你对历史足够熟悉 你应该更知道霍光跟王莽下场都很惨 基本上都是全家死光光啊 那么为什么儒生没被牵连呢 有两个原因 一儒生证明了自己的用处 政治正确这个玩意儿 不只是霍光需要 后面的皇帝也需要啊 比如杀掉霍光全家的汉宣帝 他也很需要儒生服务 因为汉宣帝有点根不红苗不正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刘聚的孙子 刘聚是谁啊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巫蛊之祸当中死去的太子 这种独特的绅士让汉宣帝从小生活在宫外 虽然后来被霍光挑选当了皇帝 但是总有人认为他的血统有问题 执政正当性不足云云啊 哦正当性啊 好啦这下又该儒生出场了 不就是正当性问题吗 简单 汉朝儒生专门生产这种正当性 在儒生的操办之下 汉朝全国都出现了祥瑞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枯木再生 这棵枯木在皇家园林上林院 是棵枯死的大柳树 在儒家生物学的灌溉下 竟然奇迹般的重获新生 更有意思的是 树上长出了树叶被虫子咬出图案 图案好像是五个字 公孙病以利 让我补充一下 汉宣帝的名字是刘病以 嗯 你品 你细品 如果你是汉宣帝 这么棒的服务你要不要呢 如果是我我肯定要啊 从汉皇帝晚年到汉宣帝上台 这三十多年之间 儒生群体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加持 这让他们终于在政府当中站我的脚步 然后儒家的另外一种技能就发动了 什么技能呢 潜力派法 儒生群体非常强调师辰关系 而且老师提拔学生不遗余力 而且这个时代呢 并没有考试当官这回事 汉朝是查举制当官 具体来说就是靠官员推荐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赶紧推荐起来吧 乌骨之祸以后 上层官员的位置空缺 几位老儒生因为意外被提拔到高位 然后他们就开始拉拉扯扯 把自己的门声全部举线上来 几十年之间官僚系统之内 就逐渐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儒生群体 这些人师生关系盘根错节 也无法动摇了 接下来儒生又控制了汉代的学位认证体系 在汉武帝时代儒生固然能进入政府 顶着经学博士的名义拿点薪水 但是人数非常有限只有几十人 提醒你一下 缘故就是师金博士 但是他是一个人在作战 到了汉宣帝时代那就不一样了 人数每隔几年就加倍一次 到了王莽时代已经多达三万了 这几万儒生榨干了所有的政府学术资源 到了这种程度儒家已经没有对手了 因为除了研究儒家经典之外 你都拿不到政府经费 视为独尊儒数 好啦这就是本周的节目啦 后来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参考我说过的王莽系列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会员朋友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本节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